中午还被嫌弃呢 他们不让我吃饭说我胖 我就是胖了 一直让我减肥 包括我们老板有一天都发微信告诉我减肥 让我都充耳不闻 他们写我吃的太多了 写起我晚上半夜吃泡面 我说我吃太多啊就写起我 爱能吃 爱能吃 不能点菜吃不完 很浪费然后他们就得吃 然后所有人都吃成了大胖子 只有我没胖 我自己特别自嗨的时候 旁边就是鸦雀无神 没有人理我 嫌弃我太耿直了 嫌弃的点是我老还怼他们 嫌弃我有时候太过于野蛮 然后嫌弃我有的时候会太放飞自我 我每天都在被嫌弃 他们都觉得我这个人太随意了 就是他们说的太没包袱了吧 觉得我真的有我们家衣服不太好 总是把我扔掉了 总是嫌我穿的丑 你穿的好看 舒服嘛 就出门就是舒服服的就好了 干嘛要那么要对不对 他们当然不敢在我面前嫌弃 但应该会嫌弃我 嫌弃我的点经常是我忘了 今天是礼拜六或礼拜天 就给他们半夜打电话 或者是发消息 嫌弃我 给他们的工作太多吧 有没有 有也不敢说有 我没有被他们嫌弃的点 有吗 没有 他们自己说的没有 有没有嫌弃我 她说没有 他们可不嫌弃我 其实我很爱我的工作人员 你们嫌弃我什么呀 你为了老板你先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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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嫌弃我什么呀 你嫌弃我什么呀 快去看看 对其实我工作人员嫌弃我的 是很多地方的 我是一个很悲情的老板 你不知道吗 没有了 其实没有了 没有没有没有 大家都相处的很能夹 但是你不知道 好笑 你来 你过来 对 来 我在镜头前面好好说一下 他们不敢嫌弃我 被我嫌弃我就被我吵了 路痴迷路 他们应该不会嫌弃我吧 我们的团队里面是特别的注重 而且强调坦白 需要透明的 被嫌弃 其实嫌弃这个字也不太合适 但是我觉得是一种 为了团队好 为了作品好